记者,丈母娘比你小四岁,你是怎样称呼的?看郭富城是如何回答的? 郭富城从出生开始就是一个衣食无忧的小主,家里开着金店,简直就是一个富二代。 郭富城去TVB考了舞蹈训练班,因为帅气在一个几十秒的广告中露脸,引来了很多粉丝。 于是,郭富城就被经理人刘伟茨看中了,推出第一张国语大谍对你爱不玩,他凭着这张专辑成为四大天王。 郭富城的情史可以说是非常丰富,最长的一段是何熊带琳。 两人在一起七年,但郭富城没有要结婚的意思,被逼婚后就直接提出了分手。 分手后,郭富城娶了小他22岁的方圆。 有一次,郭富城在录节目时,主持人突然问,听说丈母娘比你小四岁,那么你是怎样称呼她的? 郭富城说,她是我老婆的妈妈,自然也是我妈妈,当然是叫妈了。 据说,郭富城在和方圆结婚前签了婚前协议,每个月只给20万方圆当零花钱。